我們看這個立體 如土所示,一根一端封閉的玻璃管 它總長度是96公分 它中間這裡有個水因素是20公分 然後當溫度27度的時候 這個空氣柱長度是60公分 那現在它問說,溫度至少要升高到多少 這些水因才會通通被噴出去 現在這個怎麼做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做 當我開始噴的時候 開始噴的時候 然後呢 我假設 這個水的高度是x 那水的高度x 那這裡是一大氣壓 76公分公柱 加x等於是這裡的壓力 那我用那個 那個水的高度當那個壓力 當裡面的壓力 就p 是76 加上x 加上x 他乘以這個v v是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就等於 96減掉x 96減掉x 這個是pv 這裡面的pv 那我現在找到什麼呢 找到pv的幾大值 那個時候的温度 那個時候的温度 那個時候的温度使得這個pv最大 阿使的這個pv最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任何 任何 任何x 就是 都比這個時候的t還要小 任何時刻 這裡的pv 都比我找到那個幾大值還要小 那也就是說 當我呢 當我這個溫度 達到這個溫度的時候 那麼呢 任何的平衡狀態的pv 都比這個溫度的pv還要小 都比這個溫度的pv還要小 所以他就一直推推推 把他全部推完了 好 那我現在來找這個幾大值 pv 等於多少呢 等於who x0 加上多少 96x 減掉76 96 減掉76 這是20 x 再加上76 乘以96 好 那我當什麼 當這個 x 等於2a分之負1 這個pv是x的20還不速 2a 分之負1 就是說 當x等於10公分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pv最大 這個時候的pv最大 那他對應的那個 溫度 就是呢 能夠讓他全部噴出去的最小溫度 當x是10的時候 這個時候pv等於多少 那因為裡面 因為裡面的這個 pv 等於nrt 那現在nr是固定的 所以pv 除以t 這是固定的 nr固定的 這個狀態 就這個狀態的pv 除以t 等於這個狀態的pv除以t 那這個狀態呢 我們選擇 那個最少溫度 能夠讓他噴出去的 時候那個溫度的狀態 那這裡的p 是等於多少呢 76加上20 就96 除以9 除以多少 乘以v v是60 除以t t0是300 等於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的pv多少呢 我就把x帶10 那x帶10 就等於這裡是帶10 這裡帶10 那就等於這個是86 這也是86 所以pv是86 除以多少 除以t t是我們要求的 這應該是86平方 86乘以86 所以t等於多少 630 t就等於 5 乘以86的平方 然後除以多少 除以96 那這樣把它摔一下 就是5 乘以86 的 平方 除以96 等於多少 等於385 385.2K 差不多是385K 就是說 在這個 在這個溫度的時候 就是說 當它平衡的時候 這個 長度是10公分 而且 而且這裡的溫度是 385K 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平衡的 但是平衡的時候呢 我只要維持這個 什麼 這個溫度 只要維持這個溫度 只要維持這個溫度 那因為這個時候的pv是最大 所以當我什麼呢 維持這個溫度 然後呢 這個x又縮小的時候 就是說當這個x縮小的時候 它平衡的那個pv呢 是比這個pv要小 那也就是說我維持這個溫度 然後它這個x減少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的pv呢 是比這個x縮小的時候的 平衡狀態 還要大 所以它就一直推 把它全部推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最小溫度 也就是說 當你呢 達到這個溫度的時候 它就能夠把它全部推出去 平衡 是